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终也失散在了人海 年少时我们呼朋引伴追求热闹 年纪健长才发觉知交凌落是人生常态 人到中年终究要看淡得失 中年人最成熟的朋友观是远近随意聚散随缘 一人生这条长路走着走着就散了 在十三腰这档节目里 许志远曾问罗翔 以前的那些朋友现在还联系吗 罗翔沉默了一下笑着回答基本没有了 许志远也许颇有感触 只淡淡地说 因为彼此处境不同了吧 年轻的时候 我们希望留住身边的每一个朋友 可那时的我们并不知道 漫长的人生路上总是会出现分叉 曾经相伴而行的人不知不觉就走向了不同的道路 从看过这么一个故事 李叔和刘叔初高中都是同学 还一起留过籍 差不多同一个时间结婚 生小孩 曾经关系很是密切 刘叔事业坎坷 二十年前曾在国企当电工 但下岗潮一来他便失业了 在那样一个小地方 家里又没什么背景 刘叔找工作屡屡受挫 最后只能零散做点活剂补贴家用 相比之下 李叔的事业却蒸蒸日常 拥有了自己的公司 日子过得颇为滋润 李叔顾念旧情 过年都会去刘叔家拜年 给孩子买上一大堆礼物 再给刘叔的老母亲 包上一个大红包 刚开始 刘叔心里很是感激 可后来 刘叔便觉得不是滋味 毕竟他没发回赠对等的礼物 这让他很没面子 久而久之 刘叔就逐渐淡了与李叔的往来 曾经情义深厚的两人 因为地位的差距 生活的不同 终究在时光中走向了离散 有一段话很是扎心 人与人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 当初的细微差别会发展成巨大的鸿沟 这条鸿沟是经历 格局圈层的不同 里面又隔了岁月变迁 盛满了各自人生的酸甜苦辣 时间长了变得不可逾越 就像曾经亲密无间的大学室友 毕业之后一个人回了老家 一个人留在城市 就像曾经一起竹梦的两个人 一个依旧向前 一个败给现实 于是渐行渐远成为一种必然 人到了中年才忽然明白 人生聚散不定 有些人能陪你走一程 却无法陪你走一生 既然离别无法避免 那么告别了就各自珍重 缘去了就代笑祝福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或往来 按照传统文化的说法 讲究的是礼上往来投桃报礼 就是说一定是相互的 是互动 任何的一厢情愿都很难持久 注定走不远 这个世上许多人都非常现实 有用或有价值 才会主动联系 才会热情来往 这样的情况十分平常 非常普遍 木分花里子坛 人风不同阶层 文章说得对 挤不进去的世界 就不要再应急了 何苦为难了别人 也作践了自己呢 如果别人从来不主动联系你 你联系时也是爱搭不理 有一搭没一搭 一点都不在乎 这样的人还是别再联系了 俗话说得好 信别人别信嘴 交人要交心 从来不联系你的人 就别再联系了 任何一份感情 讲究的都是双向奔赴 而不是你一个人的一厢情愿 任何感情都是相互的 没有谁的好是理所当然的 珍惜才会长久 讲得入情入理 人与人交往 是以彼此尊重为前提 无理无德 复言趋势 只能是昙花一现 必不久待 往后余生 珍惜愿意陪你聊天的人 别去纠缠 嫌弃 冷落你的人 也别去打扰 心里没有你的人 二 三观不合 处着处着 就远了 知乎上曾有人问 人与人之间 是怎么逐渐疏远的 有个高赞回答说 因为三观不合 难过分享错了人 就成为了笑话 快乐分享错了人 就成了显般 张爱玲归中密友 潘柳戴才华横溢 是上海文坛四大才女之一 张爱玲十分敬佩 一度将她奉为座上宾 有一次 潘柳戴应邀到张爱玲家吃茶 打开门 只见张爱玲盛装打扮 浑身香气逼人 她以为张爱玲是要出门 张爱玲却说 就是在等着你们来家里 这对于张爱玲来说 是习以为常的事情 但在潘柳戴那里 成为了浮夸和张扬 张爱玲大红大紫之后 潘柳戴也看不惯 她锋芒毕露 于是 仗着手里有她的各种八卦资料 对她各种诋毁 极尽花苦讽刺之能事 两位曾经的好朋友 最后闹到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 有段话说得很好 一段友谊能够维持多年 总显得情深似海 但时间会让你明白 岁月或许能熬出一个成熟的世界观 却不能养熟一个不投契的一路人 真正的朋友门槛其实很高 需要置实对等 需要灵魂契合 才能长久接班同行 徐峥和黄柏出相识时 一度瞧不起对方 黄柏觉得 徐峥走到哪里都戴着帽子 显得十分古怪 徐峥也曾评价黄柏 如今演员的门槛 真是越来越低了 然而两人合拍疯狂的石头之后 却成为了好朋友 原因就是 两个人都有对演戏 有极致的追求 两人彼此理解 一起拍电影 一起分享生活乐事 时间越久 友情越深厚 钱中书曾说 真正友谊的行程 并非有于双方友谊的拉拢 带些偶然 带些不知不觉 好的友情 始于智趣 何于三观 三观一致的朋友 如同生命中 一轮皎洁的明月 总会在人生 灰暗迷茫的时刻 点亮彼此心中的微光 人生在世 何于性情是缘分 被人理解是幸运 到了中年 如果还有这样的朋友 万望珍惜 三 远近随心 聚散随缘 艺术说 城市中人 看似高棚满座 刻似云来 然而 真正能倾心交谈的 却未必有两三个 宫愁交错 却执己寥寥 推杯幻盏 却无真心集训 早前在直呼上 看过一位网友 分享的故事 他说 小时候以为对朋友 就应该两肋插刀 长大才知道 现实如同遗迹 满棍 在你看不见的时候 猝不及防地砸下来 他亲眼看到 父亲那些 曾经交好的朋友 在他家 生意破产之后 冷眼旁观 曾在酒桌上 推杯幻盏的朋友 得知父亲事业败落 纷纷不见了踪影 看似一波云天的兄弟 却在父亲 开口借钱时 面露难色 万把块 都舍不得拿出来 他替父亲 感到愤愤不平 父亲却只是 摸摸他的头 淡然地说 随他们去吧 年少时 他不懂父亲 话中的深意 待到他自己 也在人海里沉浮 经历过离散 遇见过背叛 他才开始懂得 父亲的淡定 是一种生活智慧 就如冯继才说的 有的人 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 愿意把伞借给你 而下雨的时候 他却打着伞 悄悄地走了 你千万别埋怨他 你能说什么呢 还是自己 常备一把伞吧 人到了中年 我们终将接受 聚散无常 看惯神走差量 跟你道路不同的人 总会走向不同的地方 与你价值观相左的人 自会在某个阶段离开 也有人 你真心相处 他却假意封印 久而久之 你也学会了 不抱太大期待 最好的心态 是聚散随缘 得之淡然 失之泰然 最好的友情 是远近随意 你来我去接你 你走 我不挽留 余生 不必将太多的人 请进生命里 放低期待 管好自己 神雕侠侣 成音 对陆无双说 你瞧这些白云 聚了又散 散了又聚 人生离合 亦复如丝 人到中年 千分过境 生活 终将由热闹 走向清欢 接受缘分随意 才能让自己 知足快乐 今天的分享 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缠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缠 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所以 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搜索 佛缠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慕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 不会孤单